大家有没有听过《屈美十》呢? 正所谓计划就讲不上变化 《屈美十》的意思就是 进行中的事情有一个180度的转变 例如我明明约了你看电影 谁知道一个《屈美十》就约上了 另一个女生出卡拉OK 这个就是个例子 但《屈美十》的由来又是怎样呢? 其实《屈美十》是十这个中文字的形式形态解说出来的 十的中文字是一环一直 好像超人死光那样 其实就是两条直路的直线形成出来的 《屈美十》的意思就是在十字中 屈尾尾就像做成一个U-turn 这个180度转变的形态 这个就是个解说 你们怎么看?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